在這裡 好 那我們就藉由各位的掌聲 我們邀請第一位分享的就是我們的 貓董律師 好 我有第十啊 18分鐘 而且還是用BIO 還有第十 好 有點大 我今天有故意做 就符合18分鐘的簡報 那本來問我是不是一個小時 我說沒有 因為18分鐘而已 一個小時的簡報 對 那大家好 我是貓董律師 然後目前在 就是律令科技法律師 是務所擔任資深律師 那也有擔任虛擬通貨 凡奇錢協會的理事 然後目前也是就是貓董律師 品牌創辦人 像這個是我自己經營的IG 去年開始 那就是分享一些比較新潮的法律 包括電商啊 AI啊 然後還有區塊鏈這樣 NFT都有 那我今年也有跟徐翰老師 就是一起開一堂 跟AI有關的就是著作權課程 那今天就是濃縮整台課裡面 最精華的部分就是分享 讓大家知道 那如果 因為今天時間很短嘛 只有18分鐘 那如果大家之後 對於一些新興的法律 有創意 有問題 或者是說 有一些法律顧問需求 也都可以跟我聯繫這樣 這次這樣可以就拍一下這樣子 然後 開始之前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其實大家在 當我就是真的有碰到AI 去年開始的時候碰到AI 發現大家最常問到我的問題 就是說 欸 貓總醫師請問AI有沒有著作權 但是 其實 這個問題是一個錯誤的問題 或是應該說是一個假議題 那大家應該會很錯愕 因為大家應該是 因為這個問題才來聽這堂課的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說 欸 可以跟大家分享說 等一下會 一步一步的跟大家分享說 欸 為什麼這個問題其實它是不存在 應該要怎麼去判斷 或怎麼去做一個價值判斷才是正確的 那大家會有這樣的問題 可能是因為其實 從去年Me Journey 或者是Devil Decution開始興起之後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新聞都會爆嘛 說欸 其實AI沒有著作權 然後就是會興起這種恐慌 那為什麼新聞會這樣爆嗎 其實這一切就是要從著作權法的第一條所起 這可能自己就要小唸給大家聽 就是其實著作權法 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核心價值 就是它其實就是在保護所謂著作人的著作權益 所以這個重點就是在於說 著作權法是在保護人類的一個創意思想 那所以為什麼AI會有一個這麼大 對法律來說一個這麼大的衝擊 就是因為AI對於法律的一個價值判斷來說 它不是人嗎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 欸 那所以說我用AI能夠產出的東西 就沒有著作權嗎 大家就會有一個這樣的疑惑 但其實AI並沒有想像中這麼簡單 這也是為什麼我從一開始會跟大家提到說 其實不會有AI有沒有著作權這麼單一個答案 就是因為AI它的參與程度其實是非常多元的 我這邊就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AI它的參與變化其實有很多 比如說輔助性的 我們就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種電腦、手機 或其實是拍攝的攝影機 這種輔助性的工具 所以其實人類它的主導創意它是非常高的 它這個AI只是一個輔助的一個器具 那也有透過全部AI造成的 比如說欸 我輸入一個指令 它就完全幫我完成我所要的作品 那其實左跟右這兩塊 我們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光譜的兩端 其實左跟右這兩塊比較沒有問題 像如果是輔助 因為畢竟今天時間很短嘛 所以一些判決或是判例或是實務見解 我就都不貼了 直接跟大家講一個最簡單的一個概念 如果AI它是屬於輔助性的一個工具的話 它其實沒什麼問題 就像剛剛提到的 它就是一個攝影機 它就是一個電腦的程式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是OK的 它是會有著作權的 那如果說AI它是完全的 hold了整個作品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也會回到 著作權法第一條的一個概念 AI它本身不是人嘛 所以它法律不用保障它 完全由機器人或者是AI產出的作品 所以不會有所謂的著作權 那如果那麼簡單 就今天也不用分享了 所以其實真正有疑惑的 會是這個中間 所謂主導的地位 就是像現在這個時代 像從2021到現在2022 欸2022到2023 2022到2023 剛剛忘記了 其實Mick Journey and Stable Diffusion 就是中間這一塊 人機協作的部分 所以你會很難去判斷說 欸這個作品到底是誰產出的 是AI嗎還是是人 其實少一邊都不行 所以這就會所謂就是有一個 天秤的一個兩端在這邊拔合 那像Mick Journey跟Stable Diffusion 就是中間這個主導的地位 就是好像人多了一點 那好像機器AI也滿多的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看出像這邊 這是我在網路上寫的一個文章 大家有興趣的話 因為今天算是農所的部分 大家如果有對AI的著作權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查就是我的這篇文章 像這個部分就是我用 因為大家可能有一些人沒有玩過Mick Journey 我就簡單跟大家講一下Mick Journey的一個 產出的過程 像這個就是我自己做的 我完全不會畫畫 那我就是簡單的就把一些元素塞進去 那塞進去之後 他就幫我生成了這張圖 那大家就會很好奇說 那這張圖到底是我做的還是AI做的 那如果是我 我一定會說 我也有輸入這些文字啊 沒有我的創意 他哪有這張圖 可是我也沒有這個能力畫出這張圖 所以能說我做的嗎 好像也不行 因為其實好像是AI做的 這就會造成大家心裡的一個confuse 也是一個法律價值判斷最難的地方 就是這個作品好像說是誰做的都不太對 那這也是目前現金的潮流 就是所謂的人機協作 那人機的協作就會影響到一個法律價值的判斷 就是到底誰的參與程度比較高 那所以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那企業到底要怎麼評價用AI產出的作品 因為我相信像剛剛大家提到的 很多人都會用AI來產出圖片 那現在才只是第一步 可能文案圖片算是現在比較常出現的 那以後一定還有影片 甚至很多更多的作品 那當這樣的作品產出來 當然我們也很開心會有科技可以運用 但是這些東西都有著作權嗎 那我們就可以去來判斷一下 所以這是企業應該反思的一個問題是 我要怎麼樣讓我的作品 我用AI產出的作品有所謂的著作權 其實核心的一個概念就是 我要怎麼樣讓這個作品的人類參與程度更高 所以要讓這個作品有所謂人的思想 人的努力在裡面才能夠扣緊剛剛提到的 著作權法的第一條 能讓整個作品都能夠受到著作權法的保障 那這個人類參與程度的部分 其實它的要件 我沒有具體的要件 因為畢竟現在也才剛出來嘛 所以我很難去跟你講說 欸法官覺得怎麼樣叫做人類參與程度最高 因為也沒有什麼判決可以依選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AI的一個運作的方式 來想一下說我們的努力可以做在哪裡 包括第一個提示字剛剛我看到嘛 提示字很豐富 像現在有很多AI的 欸是永探師嗎 就是提示字源的部分 永暢師 永暢師 對永暢師就是提示字源的部分 如果越來越豐富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主張說 欸這其實有所謂的我的核心的創作在裡面 那如果提示字豐富 這也不是說單一格喔 不是說提示字豐富就一定有著作權 或者是有人為後製就一定有著作權 這其實是一個綜合判斷的地方 所以應該是說你越多你就越受到保障 或者是說你沒有受到保障的風險性就越來越小 所以我這邊就給大家兩個 就是比較關鍵的 比如說你的提示字可以豐富一點 或者是說你可以一次產出十張圖 但是你慢慢的調一兩張 就是有一個人類篩選的過程 或甚至是說你透過AI創作的時候 你可以產生一些後製 比如說調色 調色也是有人為的思考在裡面的喔 就像是攝影機的角度啊 或者是說我們用Photoshop去調一些光影跟色彩 這也是有人類的思想能創意在裡面的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AI產生圖片之後 我們有去做一些調整 來讓法官或是來讓之後judge你的人知道說 其實你有所謂的人類創意在裡面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我們覺得 如果人類要用AI來創作的話 不是說丟完AI然後產出圖片就直接用了 這樣當然現在沒有人judge你是OK 但是如果這個作品之後紅了 或者是有人想要來抄襲了 其實到時候你是很難去主張說 你的這個作品完全有著作權 如果你是直接直接用AI的話 那第二個部分剛剛是第一個脈絡嘛 第一個脈絡就是叫大家說 如何運用AI之後 能去做一些些微調整 有所謂的著作權 那第二個部分還有 OK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當有著作權之後 其實還有兩個 我覺得算是蠻關鍵的法律問題 第一個部分就是 我產出的這張圖有沒有侵害別人的著作權 就是大家常常聽到的抄襲 那其實因為AI它只是一個工具嘛 所以如果沒有用AI都有所謂的抄襲問題 其實運用AI也是有可能有抄襲問題 那這樣的抄襲問題就會體現在說 因為很多人 比如說我最常看到 那時候mejourney剛興起的時候 超多人為攻擊券的圖片進去 就是想要生成一個有AI風格的攻擊券 所以它的mejourney它是可以附導上傳圖片上去的 所以它就會畫得很像攻擊券 那這樣子為圖其實某方面就是所謂的 你只是透過一個工具來抄襲別人 但是你的本質還是有侵害別人的著作權 所以這邊就要聽大家說 在使用這些軟體的時候 盡量不要去為有所謂版權的圖片 或者是你在用的時候 你一定要取得它的授權 那第二個部分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常忽略 因為現在都是等於說 你可能大家上網用東西 通常都不會去看條款上怎麼樣嘛 但其實很多時候這些條款 他都有寫明白說你在運用這些商用作品的時候 你要分潤給我 所以如果你沒有去看所謂mejourney 或stable diffusion 或是其他AI平台的條款 其實很有可能是也會有違約的問題 像mejourney它就寫得非常清楚說 因為那時候興起的時候剛好是NFT很紅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他就有說 你如果有做區塊鏈的項目 然後有達到多少收益 你要分給我多少錢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大家在運用AI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去看通常都在最下面 就是網站最下面 雖然很不顯眼但是一定要看 就是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取得一些授權 或者是說要不要分潤給別人 或者是要不要去遵守他的一些程序 免得會有所謂違約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分享給大家 第一個概念是怎麼樣 讓所謂的作品有著作權 第二個部分是不要侵權 那第三個部分就是使用平台條款要看清楚 這樣子我們才能在使用科技的同事也受到法律的保障 謝謝